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摆在床头的右边白虎位 白虎位意义也是属一 两者将契合方符合阴阳之道 当床的右边白虎位放置了打扮台后 则相应对应的左边青龙位 因放置比打扮台更为高大加剧 而机柜通常形状较为高大 且设置在床的左边 契合青龙位的阳气 是其高于白虎位的打扮台 这样卧室可以维持着较为旺盛的阳气 人丁兴旺 财运横通 但需留意避免选用带有镜面的衣柜 有的衣柜外面会配有一块穿衣镜 而且镜子的面积较大 传统文化认为 衣柜的镜子不能对着床头 否则会对睡眠有不利影响 镜子也不能对着卧室的窗户 这样会使光线杂乱 从而产生不利于家居的气场 使家人情绪难以安宁 另外 镜子也不能对着卧室门 传统文化中 开门见镜子的布局 往往只泛起在机关单位 学校等公家场所 像卧室这样私密的场所 开门见镜则象征隐私被外界窥探 此外 恩对衣柜最好离床位有一段空间距离 一来可便利 牺牲者起居虎口 上下床时避免磕碰 二来是床的上空 不宜存在有压迫感的物品 这样在床上休息的人才能身心愉快 因为衣柜形状高大 不宜紧贴床位排放 以免在卧室准休息时形成压迫感 对其虎口休息不利 从而影响身心健康 三 衣柜镜子切勿正对床铺 衣柜通常形状较为高大 亦设置在床的左边 契合青龙位的阳气 是其高于白虎位的打扮台 这样卧室可以维持 较为旺盛的阳气 人丁兴旺才运横通 因打扮台为女性所用 性属阴 阴摆在床头的右边白虎位 白虎位亦是属阴 两者相契合 方符合阴阳之道 当床的右边白虎位 放置了打扮台后 则相应对应的左边青龙位 则应该放置比打扮台 更为高大的家具 四 床头柜的选择 即床的左右每边一个 未婚的女性容易找到真爱 已婚的女性夫妻间感情和睦 并且工作事业 财运上望能够得心应手 如果女生卧室位里面 只有一个床头柜 未婚的女性男恋爱成功 可能谈了又谈 就是开花不结果 而已婚的女性 则容易独守空房 而且床头柜最好高于床头 如果床头柜上有灯 则两个柜上都要有灯 不能一边有灯 另一边无灯 床头柜里面 也一定不能放剪刀等利器物品 就是关于柜的风水学 五 衣柜应尽量摆放在墙角阴暗处 衣柜应尽量摆放在墙角阴暗处 不要摆放在窗户 或者是卧室门旁边 这样可以避免衣柜遮挡光线 让卧室变得更加阴暗 假如卧室采光透风很好 衣柜色调上则没有过多抢救 但是最好不要选择 表面镶嵌太多反光金属和玻璃的衣柜 六 柜不宜有镜子 衣柜上面不能有镜子 一个房间首先镜子不能多 一般梳妆台已经有了镜子了 如果衣柜再有镜子 而且一般衣柜会对着床 或者是梳妆台镜子夹着床 这会形成很多光纱 当然如果衣柜的镜子是藏在衣柜内的 用的时候打开才见则无妨 风水学一直以来都是有诸多讲究的 懂一点风水学 能为你以及你的家人 更好地避开不及的风水 从而带来财运事业运势 七 浅色的衣柜带来明亮的空间 明亮的机身空间才能给自己带来好心情 卧室衣柜的选择和布局 可以根据卧室的朝向方位而定 假如卧室门窗朝北彩光和透风交叉 最好选用浅色系的衣柜 衣柜尽量摆放在墙角阴暗处 不要摆放在卧室窗户或者是卧室门旁边 这样可以避免衣柜遮挡光线 让卧室变得更暗阴 假如卧室彩光透风很好 衣柜色调上则也没有过多讲究 但是最好不要选择表面镶嵌太多反光金属和玻璃的衣柜 另外卧室是休息的地方 需要一个静静的环境 因此功能越单一 其身就越甜静 而目前住房面前的扩大 人们虎口制造的进步 也为实现卧室的热议追求创造了先决甜蹄 于是越来越多的家庭 已将卧室兼顾书房 储藏间 甚至餐厅等干扰睡眠的其他功能通通摒弃 使睡眠真正成为卧室的主要功能 把卧室衣柜的选择和布局 卧室衣柜的选择和布局 可以根据卧室的朝向方位而定 假如卧室门窗朝北 采光和透风镜较差 最好选用浅色系的衣柜 另外卧室是休息的地方 需要一个静静的环境 因此功能越单一 其身就越甜静 而目前住房面积的扩大 与人们虎口质量的进步 也为实现卧室的这一追求 创造了先决甜蹄 于是越来越多的家庭 已将卧室兼顾书房 蕴藏间甚至餐厅等 干扰睡眠的其他功能通通摒弃气 使睡眠真正成为卧室的主要功能 9. 衣柜影响卧室气场 衣柜是卧室里的大下间家具之一 占据这较大的空间 传统文化认为 卧室的布局最能体现家人 感情是否和睦 摆放在卧室里的衣柜 就更不容忽视 衣柜布局公道 可以令主人情绪安静平和 布局不当则令人产生莫名的惆怅 一些带有卧生间的卧室 假如卧生间门正对床部 可以利用衣柜进行阻隔 由于卧生间的下水管 马桶的气流很不乱 加上过重的潮气 请让人健康受到影响 用衣柜进行距离 可以让卧室气场和谐 利于平衡情绪 还有一场情况是 一些装修朋友 会在面积较大的卧室里 划分出单独的区域 作为衣帽间 对于这个大衣柜而言 最忌惑的是 里面摆放旧书杂物 由于衣帽间内面积不大 往往导致透风不好 假如里面杂乱无常 长期如丝就会产生阴湿之气 影响卧室里空气畅通流畅 进而影响主人的心情 甚至是主人理性的思索能力 其内部衣柜抽屉不宜太多 假如衣帽间里的 穿衣镜正好对着衣帽间的门口 开门时轻易被吓到 自己可以在镜子前 摆放一盆栖极栖高的植物 给予化解 10.衣柜摆放在床侧或床尾 衣柜摆放的最佳位置 应该是床侧面或者床尾的位置上 衣柜最好不要摆放在 女生卧室门口的旁边 这样会遮挡门口 不利忘记进入 严重时甚至会导致 常见的一些妇科病 或抑郁神经衰弱等 精神方面的毛病 鞋柜放在哪个方向合适 以鞋柜摆放风水禁忌 正对大门 在鞋柜风水学中 其鞋柜的摆放位置 不可正对于入口处 以布置入门的某一侧 为最佳摆放位置 风水学里常常提到 左青龙右白虎 将其带脏气的鞋柜 摆放于大门的右边 即白虎位 将会抵挡凶位的煞气 为居住者带来好运 而鞋柜的位置 鞋柜最好安置在 玄关处的右边 左青龙右白虎 把鞋柜放在白虎胸位上 刚好可以煞住凶器 为家庭成员带来好运 鞋子每天都会被塌在脚下 接触的地方 可能会有不干净的东西 鞋柜里面收到了很多的鞋子 那么这些不干净的东西 就会很多 所以如果把鞋柜 放在不好的房屋 白虎的说法中 青龙被视为锐手 而白虎则被看为飞锐之手 所以将鞋柜放于门口的右方 正好可以用白虎之煞 来压制其他煞 三 屏风鞋柜 屏风鞋柜的下半部分 设计成鞋柜柜体 上半部分多为玻璃材质的屏风 以进行区隔 不仅起到了隔而不断的艺术效果 巧妙凭借玻璃的通透性 提高了玄关珠的采光率 有的住宅风水比较合适的 屏风鞋柜设计成可以与鞋柜 与鱼钢线结合 养几条小鱼 即可以增强有利于居室的能量 让居室更显灵动又生机 四 鞋柜正对房门放置 鞋柜的位置不能正对大门 可以把鞋柜布置在入门的一侧 而放置在入门的左侧最为极力 房门的左侧作为青龙卫士极位 适合放置一些干净的物品 所以小户型可以将鞋柜置于 入门的左边 也就是大门的白虎位 这样对家居风水有利 我们平时穿的鞋都带有脏气 会抵挡家居空间中凶内的煞气 会给居住者带来好运 五 鞋柜不着地方之 鞋柜应该要着地方设置 因为鞋是人的根基 鞋子本来就是脚踏实地的 一顾鞋柜悬在空中 会让人产生不踏实的感觉 这种设置也容易引发 主人走路时扭伤 跌倒之类的健康问题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但老贵建议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